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了政本清闻的时候 刚刚和冯sir私底下谈了一点点 我觉得非常有趣 我觉得冯sir有真知却健和非常有智慧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人大释法的一件事 我们李家超特首情情中央 就说这件事真的要人大释法 其实我也看到港澳办写了一篇文章出来 新华社公布的 其实整体上我们看到 现在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撥乱反正时候 这篇文章的内容我也跟大家略略解说过 我不知道冯sir是怎样看 冯sir也可以一会跟大家讲一讲 还有他一些看法 我觉得相当之有意思 不过我们也先讲一讲梁振英先生 他在他的面书上就说 支持行政长官就中审法院驳回 律政司上诉的裁决 提请人大释法 法院容许英国大律师在国安法案件中来讲 执业的决定和理据是大错突错的 影响深远 那没有办法 普通法的整体原则就是这样 那我就看到这次应该就会 都挺大动作的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在12月1日之前 暂时就把这个庭拖延一下 我们会等待人大释法 那今天就请逢杜sir 对港澳办这篇文章 或者声明 有什么 健眉之注的地方呢 冯sir 首先它从一个行政的角度看 就是我感覺中央是不類似的 因為就會覺得你每次都會煩惱我 第一就會令到國家的形象受損 因為你給別人進去 別人又可以批評你 還有說是終審靈活 終審定局 你都要用釋法 你每次都會煩惱我 我相信港澳辦的官員可能首要是法官真的不臭米氣 所以你看港澳辦的聲明最後一段 我覺得它很有趣 發言人最後強調 他用強調 還有他放在最後有些壓倉的感覺 維護國家主權那類原則性的問題 原則性的問題一定會寫這些給我起草的新聞 那些都會寫這些 因為這些是重要的原則 但是接著最關鍵的就是 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有關國家安全的事物 負有根本責任 就是說下面說的話 我是有根本責任的 那就是說非根本責任就是你特區 那是你特區搞不定了 那我就來囉 那是什麼呢 就是將 將一下記住 就是說一種continuous 我準備會做 深入落實 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的 一到二十大報告 大佬報告是黨的報告 由總書記朗讀出來的 還要記住 由於當時是節省時間 它是講了大概兩小時 但實際原報告是更加長的 有更多個字眼的 所以我經常都鼓勵大家看原報告 但是原報告裡面就肯定有這個 口說出來有沒有呢 我不敢肯定沒有時間去查 但是總之出現在港澳辦的聲明 這幾個字很關鍵 完善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根本的要求 就是說中央政府將會做好這個要求 那就是確保國安法得到完整準確 不接不扣官司實施 那就是確保國交流的有效為了 香港的傳媒呢 就是有時候我都覺得 唉 所以我經常說 德德那時候去爭取做這個港台份工 然後他做到了 我一定去應聘做顧問 然後他肯請我 我就會跟他做這方面的政治分析 因為其實關鍵是在這裡 沒有一份傳媒說 或者是專程不說 我相信明報的人是看到的 不過他們專程不說 就是其實這裡什麼叫完善 兩年前我們就完善過 記得嗎 不是一年前 2021年3月30日 我們全國人大開會的時候 就完善了特區的選舉制度 完善了特法會的選舉制度 所以就令到那些攬炒派止暴 也都令到那些曱甴王 那些利益豪門 不能夠影響特首的選舉 所以就按了聲 現在又出現完善這個字 所以我就說 我剛才說跟你打倒 不過你說不用打倒 我們到時一起慶祝 對阿啤 我們吃飯很少走 然後真的 明年3月出現我們講的情況 我們對阿啤 對阿酒 就是 全國人大陸的決議 就是 根據《基本法》的創意創制權 我們完善香港的司法制度 譬如 不要再說假法 我們阿君姚卿經常說的 這些要完全去直化 又譬如 這個法官的司法人員 最終委員會 是不是要改造呢 現在老實說 沒有愛國愛港的人 坐下配價 全部都是傳統精英 那些傳統精英 完全沒有大國駁烈的心理 還有就是這個司法界的戰略主導 就是用那些小學人常說 你自己查自己 你自己推薦自己 你玩完了 那司法官真的是他自己玩完了 那你推薦你做法官 推薦你做什麼升官 就是真的升官了他們 那這是問題來的 因為這次的文 這次律政司四年拜 就是四場官司所拜 就看到香港的法官 真的把香港當作一個法律烏托邦 純粹考慮技術問題 今天我聽小黃人的電台 他的主持都這樣說 他說看回中審法院 駁回律政司的判詞 都是考慮法律技術問題 這個就是重點 全世界負責國安的法官 是不會只是考慮技術問題 但是這個就是政治任務 你要做美國的法官 要做憲法宣誓 是要捍衛美國的憲法 是要捍衛美國的憲法 對付所有 記住所有兩個字 對付所有美國的海內外敵人 對付美國的敵人 就不是法律技術問題 那是政治任務 但是他們叫做constitutional oath 是憲法宣誓 是必須宣誓的 你要做美國的法院的法官 你要做美國的公職 必須做這個宣誓的 就是美國人真的可以有牛仔性格 放明我們人 你做了我的公職就要對付他 我們國家的宣誓 我們特區的宣誓 都不會說要對付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有海內外敵人 所以香港的法官 真的會在一個 為什麼呢 平行時空就覺得客氣一點 真的會在一個童話世界裏 這個世界有大國國 我覺得這個聲明最重要的起點 什麼叫原始 什麼叫 心入落實 這四個字 我整句就讀一次 之前是中央政府 根據根本責任 做什麼 根本責任 將落實20大的報告 明確提出的 然後開序 完善特別行政區 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三序的要求 和當日2020年黨的19屆市中全會 它是完善香港的國安制度和治理機制 當時我已經提醒所有我認識的人 包括濫炒派當時他們不需要坐牢 我說你們要看路了 當時2019年10月底開了10家月的市中全會 我說你們看路了 我這樣說得中共已經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 國家安全的治理機制要做好了 收手了好不收 10月底的時候還正盛 他們當時劍指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 然後就中大圍城然後就里大圍城 連包圍兩個大學 就是佔領兩個大學 玩得這麼瘋 然後幾個月之後就出事了 我也在這個節目講過 如果不是這個新冠疫情 按正常是2020年3日開人大 本來就是黨講完之後 四個月之後就開會落實了 誰知道2020年1月底突然爆了人大 爆了這個新冠疫情 整個武漢封了一個多月 沒辦法才退到5月 現在就11月底說了這個說話 還要是搬出二十大的報告 我就覺得三個四個月之後就會出事了 所以我奉勸現在選港區人大代表 其實夠泡的就應該執著這句做些事 如果我選到 我就會提議完善香港的宣法制度 最簡單的完善 先脫掉假髮 脫掉假髮是心理上對那些官員有影響 實際上他們的權力沒有影響 你說這個你應不死的人了 也可以呼應 不過我告訴你 不會有一個參選的人大代表 你會這樣說 為什麼呢 我不多說了 是不如得罪人 我稍為作一點回應 我覺得要完善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應該是一套方式的 好像完善選舉制度那樣 是一套方式 就不可以會有什麼的流動 如果流動又是人大釋法 整個司法的制度 我們剛才鳳Sir說 是一個烏托邦 法律界人士 我覺得是的 完完全全看到 我真是很不想再提起 美國的那個宣誓詞究竟是說什麼 但是都不得不提 對不對 真誠這樣效忠美國 真誠 當法律要求我願為保衛美國拿起武器加入美軍 當法律要求我會加入美軍從事非戰鬥性的任務 當法律要求是我會在政府領導下 為國家從事重要的工作 三個當法律要求 這三個當其實的時候 是不是很重要呢 當然是重要 對不對 代表你是全心全意去做這件事 也都展示了一個非常重點的 剛才鳳Sir說 就是你法律是完全全為國家服務的 搞清楚狀況 法官 各位所謂的法官大人 所有的律師 你要很清楚這一點 因為現在法官 全部都是由律師 或者是神經 收過法律的 大部分 不要說全部 可能有漏網之餘的 大部分的法官都是由律師升上去的 或者是轉任的 主要是大律師 對 主要是大律師 大律師受到一個英國的普通法的影響 一直去不了直化 其實一定要去直化 因為全球的趨勢 殖民地 絕對不是一個光彩亮麗的一段歷史 是一個充滿著很多人受傷害 很多民眾受傷害 以及被殖民地 或者被殖民管治的地方 全部都是二等公民 你完全被牢牢地控制 去好像做奴隸 被人騎著你 令到你的人民生活 越來越差 大家可能 有些黃人可能說 說香港不是這樣 你看香港過得多好 喂 你要從頭想到尾才行 他只不過是需要你賺錢 所以在80年代那時候才要搞 搞好去 找多些錢去奉獻給英國 因為英國是搞不定的 所以你想想 當年的英國 在香港這麼繁華的時候 你在政府裏面 每一樣的問句 究竟多少錢 是外面的市價 數以倍計的價錢 不是一倍 是幾倍 甚至是十倍的價錢 連一口螺絲釘 你說在哪裏採購 在英國採購 是吧 你不用英國放哪裏可以 他剃造了英國 在日落帝國之後的一個榮光 是吧 這些榮光現在沒有了香港 你看看他現在搞得如何 所以他又採取BNO的方式 去令到一些香港人 愚蠢蠢蠢 就捧著錢過去 捧著錢 去了 之後就身無分明 回來香港 是不是 這些是很清楚的 阿冯Sir在這裡點頭 是不是 我講得也不錯 是嗎 交給你 阿冯Sir 另外我講回港版的聲明 有一段也值得看 就是關於它應該是聲明的第四五段 第四、第五段 他說發言人表示 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首長 也是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 就是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 向中央負責 這只是講述 然後他說 香港的政治體制 這是很多香港管治精英 AO也好 法官也好 都不想說 他說香港政治體制是行政長官和核心的行政主流體制 接著這句才是很關鍵 在行政長官之下 行政機關、立法官和司法機關、各司其職 並共同擔負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 即是他說什麼 行政、立法、司法上面有個司儀、有個行政長官 這裡說兩件事 第一 你那些法官就不要覺得自己是法官獨大 以為支援一切 或者那時候會在政府做的時候 某位法官覺得自己的排位不夠突出 都發一個電郵來 我們特區維護國家做 其實是不應該的 因為今天講述的講法是 行政長官是最大的 你下面三個機關 因為他說什麼 他用法用詞是 行政長官之下 就是你在他下面 這就是第一個 就是提醒法官 接著在下面之後你做什麼 你各司其職之後 要共同擔負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 那就是 原來之就是說 你看我們的文章 就是說那個兒子 張大法官你沒有做 我告訴你這件事 當然你有做 我就不會這樣說 你有做我就說 我們相當讚許 香港的中審法院法官做了什麼 就會這樣說 現在我就不會罵你的 因為一國兩制 我只是告訴你 你現在有這個責任 那就是說你沒有做這個責任 當然你有做到 我就會責你 嘩 張大法官你做得好 這樣 直接這樣說 所以 大家看到我們的聲明 你要看一下 他沒有說什麼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還有為什麼用正面 去講你的責任 我再說 我再說不怕 再說一次 你沒有盡你的責任 那好了 這裡還有一個 就不止是那些法官的 因為之前呢 就說了一段很長 就是說特首呢 是向中央負責 我覺得呢 當然我可以幫你 我一定幫你 我一定幫你 撐到你上去做特首 當然是幫你 但問題就是 你普普都要幫你 那第一 我很虧張的 因為我在國際上 就被人罵 我絕對相信 這兩天趙立堅好 毛寧好 又被人偷的了 他們出來 撐回來後的 因為沒辦法 因為你一定要幫 幫特首 那些記者 不生性 不臭買東西 就會偷你的了 好了 跟著就是 好了 講回細緻一點 整件事 為什麼會覺得他虧張呢 你不要小看內地的 港澳辦的負責的朋友 我當年去上這個國情班的時候 見過一位 剛剛大律師公會見記者 剛剛彈出來 沒有大律師公會應該是支持這個釋法的 以前的大律師公會 也不會反對釋法 不過我猜 暫時 因為在錄音節目 就沒有人物體了 當然 大律師公會看到 我告訴他 我先說回 以前就是 譬如這個特首 你這次有什麼技術上的錯誤呢 我覺得不是特首 就是 你這次有什麼技術上的錯誤呢 正如中心法院說 喂 你一去到 後期才說 可能要保護國家機密 那你用這個做理由 中心法院 雖然我質疑他 我很不滿意 我很震驚 我很失望 但是他完全不錯了 然後他說 喂 我用技術問題跟你談 你現在才對上來 我怎麼讓你批上訴 你應該在下級法庭 研究過你的觀點 然後你說下級法庭 有什麼事 是律政司 有這麼多律師 那你怎麼會想 還有 既然我們做事都會這樣 我們既然不做 政府都是這樣 有什麼事要跟你說 我們永遠都說了所有事情 包了所有事情下去 因為有什麼事 你突然抽了一件事 喂 阿鳳Sir 你這件事沒有說 那我就可以抽你回頭 所以你當日反對的時候 你應該說 喂 這件案子涉嫌勾結外國勢力 可能會有國家機密的 雖然我不可以告訴你 哪些國家機密 但是為了保護國家機密 不應該找一個英籍的律師 來 純粹英國人的律師 來幫忙 這樣就好一點了 我看到這個上訴庭的換詞 在11月21號 上訴庭駁回律政司的上訴許可 即是不批出他中一學院的上訴許可的時候 他就說 喂 你現在才對我說保護國家機密 接著他又說我上訴庭的換詞 我們真的問過被告人 即是黎智英 黎智英的律師 應該是聖鵬的 那那個鵬大狀呢 就說 控方說 控方沒有告訴他 控方提出來的指控 會適合那些問題 那他就留了一招 喂 你老虎娘這樣說 到時候開刑之後 姓鵬那個人都不是蠢 他做了大狀 他都是SC 他都在跟你爭 喂 那個兒子 你找了我那個機密 沒有啊 那另外一回事 但是當然之前先說完 你怎麼知道沒有呢 到時候你真的有些事情要訊息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要閉門 閉門 所以這個漏招真是抵打 所以我覺得上面的法律專家 中聯辦有很多法律專家 即是港澳辦 他們可能會覺得 嘩 你那些人有沒有搞錯啊 把法律武器給你 你自己也不做好 然後到最後 人家是技術理由 人家就算忠心想幫你 都要說一通的嘛 因為如果你說 喂 原來鋪鋪都可以臨時加理由 那我翌日所有上訴 都會臨時加理由 那就整個遊戲規矩都更換了 所以我不喜歡烏平這個決定 但是我又不覺得他拿出理由 好 我停一停在這裏 我也覺得他不坐得了 老老實實說 但是的時候 有一點就是 就是好像剛才 鳳Sir所說的 這個是司法的烏托邦 或者法律的烏托邦 有一點就是大家沒有很清楚的 就是你始終國家的主權 和安全發展利益 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你沒有把握這一點 其實是很大問題的 我們都看到微然第二就是 李家超行政長官 根據中央政府指令 根據中央政府指令 及時提交報告 而且提出有關的建議 我們在記者會裏面都看得很清楚的了 所以的時候我就 不是很同意某些朋友的說法 說這次是辛苦他 其實不是辛苦他的 其實他應該要做這件事 也是相對來說要提醒我們李家超特首 你真的是額頭來的 你是一個CE 你不單是CE 如果是一個機構裡面的直台CEO 是一個行政總裁 下面所有的部門都要為你負責 你就為我負責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你要做事才是為我負責的 你要我的指令 你現在才及時 說真的 及時的時候 其實已經到最後關頭了 我們知道 你這個最後關頭怎樣去處理 10月1號 我們今天播出的時間都11月29 昨天都11月28 你臨要審的前幾天才去搞定這件事 你早搞定 作為一個CEO 其實我們知道 你不是要接受指令做事這麼簡單 你是要及時及提早 去安排了整個行動 應該怎樣去做 一國兩制之下 這個是必須要處理的事 這樣的時候 國家亦都很留情面這樣說 充分體現出 作為香港特區當家人 和第一責任人的擔當 這個是贊的 言中留情 我們看到 尤其是行政會議的成員裏面 湯家驊、葉劉淑儀這一等人士 其實在做一些事情上高 完完全全是有些無寧兩行的情況 我們看到湯家驊也說 有關律師要怎樣做法 這個是律師公會和大律師公會的問題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的時候 你在這些環境之下 不守護國家 你究竟在做什麼 全世界的國家都是這樣做的 也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看到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這句說話是很強調的 不只是特首 你是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 李家超特首 這個就是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 向中央政府負責 你是要負責的 這宗案不是這麼簡單的 雖然 鳳Sir也說過 政府重部工作 我們前特首梁振興先生也說過 時間真的很快過 是不是 既然這麼快過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處理這個問題 要快一點點 你這些才是重中之重的 就是在文章裡面 有訴度提出這個觀點 就是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這個重要責任 那麼中央政府就全力支持 他履行法定的職責 這句說話只是告訴大家 我自己的解讀了 微言大意 我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以我對文章的看法就是 你沒有履行到這個法定的職責 所以今天就提醒你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不是我死鬼這麼說 真是老老實實 要行使法定的職權 你要做 依法採取必要的措施 防範法解 法解各種威脅國家安全的風險隱患 喂 提醒你 你做得出就不用這樣說 是不是 所以 我真的覺得是有少少恒恨言的 看到那個記者會 最重要是在記者會裡面說了什麼 沒事 律政司不用負責的 我們很努力在這裡做事的了 喂 大哥 所以說 文匯報 文匯報 文匯大公 已經很早以前提過 其實這個是有關國家安全的問題 提醒過很多次了 家超特首 你到現在 你家超特首到現在 你都沒有提到國家安全的問題 你要怎樣去做 你是怕影響司法的獨立性 你不是吧 對不對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鳳Sir交給你 所以我加上 剛才我朋友發了一些東西來 總結 本來我在說三大漏招 現在我覺得它是四大漏招 家超特首 各位讀者 都說 我們都很支持家超特首做事 不過我覺得在這件事上面 我們做一個評論員 我看到它的四大漏招 第一個漏招 剛才說了 就是 理律政司提出的一些論據 是不夠包羅 所以就很容易 就沒有說 保護國家機密 所以就被終審庭 用技術理由 踢走你 這是第一個漏招 第二個漏招 剛才你說 必要措施去防止安全隱患 大家能否留意到 終審庭 上個星期五開庭的時候 11月25日 Tim Owen已經坐進去聽 那 就是你 這個入境處留招 你有權不讓他進來的 有位英國那個 Hong Kong Watch 那個人 就不讓他進來 他可以說 那個人現在在香港 在香港 我又 我又 換為師 那人呼應不呼應什麼 我從來沒有 鼓勵過用武力 去對付你 香港 我只是支持你 那些黑暴 在我們英國人的標準 他們和平 是威難 雖然這些是歪理 但是 你不能進來 所以 現在就是不能進來 那位香港 Watchers 那位香港 Watcher 的負責 那為什麼你現在 天空雲可以進來 你其實真的可以說 鞭主要說 不好意思 我可能不讓你進來 因為你的切身未明 你現在來到 有可能是打這個案件 如果你的律政處 是一直在反對 給你代表黎智英 所以不好意思 你不可以進來 你在海外 你透過Email 透過電郵 透過視像 怎樣和你的 你的當事人 黎智英 那些代表律師 因為黎智英 在監督裡面 不可能就這樣 做了視像 怎樣聯絡一下你的事 不過你不能進來香港 做到的 入境處明顯露招 是不是 那入境處 已經要做 誰給他指令去做 當然是國安委員會 因為他是入境處 處長的成員 那國安委員會 不下命 我入境處處長 我當然不敢亂做 這些是外交問題 我當然不敢問家超Sir 主席 他問他來 那怎樣 你沒有他反應 沒有他做 或者叫他來 你才知道 那你就愚蠢 這是第二個漏招 第三個漏招 就是關於他現在 就是 延期審訊 喂 你不是不知道的 上個星期 當律政司申請說 這個要申請上訴許可的時候 都說希望終審會庭 能夠盡快開庭 因為只有兩空六天 其實你當時應該立刻出招 說我申請延期 因為假如這個 終審庭是同意的 那怎麼辦 那你又不做 第四件事 就是現在剛剛網上賣的 李家超確認外籍律師 預據本地執業資格 不受提請釋法影響 我昨天也說了一件事 當李家超在地政會說 我們不是針對律師的國籍 我們針對律師在香港沒有全面執業資格 他這樣說是相當相當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是針對國籍 那你為什麼國安隱患呢 其實是說不通的 譬如我現在是香港的一個大律師 我是一個純正的外國人 不少 譬如幫唐英傑辯護那位大啟詩先生 他是純正的外國人 他也是做過大律師公務主席 他在香港超過十年 以前那個夏博爾也很長 不過他腳軟走投了 香港不少這樣的大座 他真是純正的英國人 或者有些可能是澳洲人 不過主要是英國人 他真是要對英雄效忠的 但是他在香港有全面執業資格的 那你的國安機密 他知道了 然後他打這個案件 那你的國安理由就說不通 加超常這樣說 其實是將《文匯報》《大公報》的事件 播了公 我不怕你這麼說 你說不是針對國籍 那你國安問題 最主要是國籍 不是因為你的執業資格 大哥 你有全面執業資格 就沒有國安隱患了 是啊 因為他有那個 practice 即是那個行業規矩 你要保密 大哥 那當然他回到英國 你賺夠錢移民回英國 那你就抓不到他 你不是終身追責的 還有他不會告訴你 他在MRI5、MSX那裡做匯報 他不需要告訴你 他人在香港 他偷偷進去英國領事館匯報 你都沒有他 不過當然你知道 因為他人在香港 你以為他違反執業資格 你取消他就可以 甚至抓他也可以 但是他人不在香港 你怎麼辦 而他的國籍是英國國籍 他是純正英國人 說走就走的 所以你針對國籍 是最大的漏招來的 所以我立刻提議了一件事 我就說 人大釋法的時候 應該加一件事 就是所有人 當然要介入 國安的案件 就是律師 因為法官和檢控署 劉政署檢控他們已經宣了 都要按憲法104條宣實 那很多在香港的律師 包括他是華人也好 不過可能他拿著五眼聯盟護照 他未必須加入 因為他的宣誓 他隨時出現雙重效忠 他之前可能效忠了澳洲 效忠了現在不是女王 現在是國王 然後他再因為要介入國安案件 他的宣誓效忠法區 他隨時是雙重效忠 他可能不會是 因為隨時到他的宗主國 會問他 哥仔 你好像造成了對我們的國安風險 你沒有造成中華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人證據的國安風險 不過造成了我們的國安風險 所以可能會不做 但是這條我也是有用的 真正防範到如果不是 你文匯報好 或者包括我幫文匯報寫好 講一大堆國安理由 是破功的 原來執業之間就解決了國安問題 不是那麼簡單 好 我停一停 我完全同意 我都剛剛看到 李家超在召開行政會議前的記者 他表示 昨晚 昨晚已經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 是昨晚大家記住 28號晚 那篇文章出來的時候才提交報告 大哥 這是一個大問題 另外他在報告裏面建議中央政府建議 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釐清沒有全面本地執業律師 沒有執業資格的律師 能否處理國安案件 釐清 這個是執業律師的資格 李家超不是一個律政的人士 因為我知道他在警隊出身 對於法律的問題 他會有點熟悉 但不是很全面的 那這個提議 我就覺得是跟律政司 或者是跟其他法律界人士 甚至是行政會議裡面的湯家驊先生 是建議這樣 你沒有律師資格就行了 這個又是剛才鳳Sir所說的 法律的烏托邦 搞清楚 李家超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 確認這次提請釋法範圍 只是限於上述 我覺得中央不會這樣做 最重要是國籍問題 大公文匯 我們很重要的媒體裡面已經說了 這個是國籍問題 不是執業律師的資格問題 這個不是一個漏招 這個是你用人不當 這些人根本就不是愛國愛港 你為什麼還要在行政會議裡面 大律師公會裡面 爬爬割 大家知道有很多人 其實是哪個的徒弟 李柱銘 陳文文 戴耀廷 他们全部都是这样 他们怎么会跟你玩呢 现在说的所谓 他们到现在说的是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你不是国家服务 你便容易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短板 是不是 这样的时候李家超又说 李家超又说一件事 他说正如今天就会向高等法院申请 押后黎智英事件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 你今天才做 早就做吧 好心 对不对 你早就应该这样做 你弄到最后你才来 杀到埋身了 贴近你耳朵的权过来 你才要挡 就算你有泳春 好像李小龙那么厉害 你杀到埋身 你都挡不及了 给人家有一个不好的人像 说真的我支持特区政府 但是特区政府真的要做到事才行 你做不到事 你临到埋身了 你好像没事这样的 临时临急忙忙忙忙的做 我当年刚刚出来做事 我给老板这样说 喂大哥 我请你回来 是要你做事的 你要帮我解决问题的 不是反过来 我要提醒你要帮我解决问题的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 李家超又说了 我留意到三个中央代表机构都支持提醒人大释法的做法 喂 老早已经说出来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又不做 没理由的 是不是 他说他也相信中央会重视 他在报告里面提出的建议 那到中央高度重视这次事件 很早已经是高度重视了 你应该是发表你自己对这件案件的一个言论 不要受到律政或者司法界的说法 喂 你特首不应该出声 司法独立 喂 什么司法独立 为国家服务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这一点大家都清清楚楚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被问到案件会押后到何时呢 李家超又表示了 他在陈家比中央的报告当中 已经提及整件案件 包括审讯日期 相信中央会重视及加快处理 你给时间给中央去做 你真的 你这个建议 中央会怎样接受呢 中央未知会接受 你是建议 中央未必会做的 可能里面会加 会减 你又不要说得这么快 说你的建议 他就一定会照做 你这个是没有清楚 我们中央的处理方式是怎样 中央很容易 很简单的 你看到港区国安法 其实立下来 真是没什么遗留的 这次可以说是一个流照 这个流照的时候 其实中央在等着 应该也跟李家超有谈过 咦 你快点啊 你这件事要搞定了啊 文汇大公已经多次声明 民间大声疾呼 得得的政言会 又去做很多事情了 你无动于衷啊 喂 你作为一个CEO 你也出来表一下态啊 是吧 你也出来说说 喂 我支持人大释法 喂 你这件事一定要做的啦 对不对 你律政司不知道吗 你不要跟我说 律政司不知道 我们就罗心去推炼而已 我不是想左右律政司 或者特区政府做事 因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 是吧 我们作为一个时事评论员 我们来说回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希望下次 不是下次 是没有下次 完完全全做回特首应该做的事 不是太平观了 现在香港还没有真正的平和和解决问题的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李家超特首 一定要做回一个特首真真正正正的CEO身份 要去解决问题和提前发言问题 才可以做到 如果不是 所有的中央的机构 他想帮忙 是完全全帮不了的 有关司法改革的问题 我们也提到记者问他了 是不是 李家超就说 李家超就没有证明回应 这一件事呢 我想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篇文章 小小地论一下 不是背书就可以背到的 小小地论一下里面的微言大意 我觉得 真的 或者请回 冯sir回去做 都很应该 你要去解读中央的整个意见和意思 你这些意见和意思都解决不了 你怎样明白中央讲什么 是不是 我老海中不禁浮现在当年他去读 中央给他的一份报告 说要怎样撥乱反正 那篇文章是读稿 不是真心内心的认同 如果觉得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绝对不是 我们中央是咬文着字 每一个字都会经过斟着施写出来的 是不是 被邀或者是怎样的形势 我们出现了什么的情况 譬如好像今次我们的集拜会 说过什么 很无实 这个说话 是从来都没出过的 为什么 就是政治还政治 经济还经济 你的字眼你不熟悉 你怎样知道中央想跟你做什么 记住一国两制之下 特区政府虽然有很大的权力 但是记住 一国才是最重要的 中央是有完完全全的管治权 了解这一点 他是完全的董事长 我们都跟大家提过的了 国企里面哪个最大 不是 CEO最大 你要记住 背后是董事长 我们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的老板 为什么是老板呢 因为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在民生那里去解决 如果我给你的CEO完全放权给你 我又没有拳头 没有责任去监督你 或者是对你进行制肘的话 你用什么乱来 我们过往试过的 所以就要这样做 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 冯sir 我今天本来想谈其他事情的 但是我们也继续谈 是吧 谈完这一件事 其他两件事我们星期四再谈 有一件事 黎智英想做什么 刚才你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 是吧 交给你 而智英想做什么呢 他想做黄丹 他会觉得 他七十多岁人了 他出来的机会很小 他也知道 他觉得政府一定会用尽一切方法去钉他 是吧 国安法也有必要时回到地上 所以他就用他的角度 不是用我们的角度 他用我们自己的在劫难途 但是在劫难途呢 第一 他知道上限不肯死刑 这个国安法没有死刑 这个国安法没有死刑 顶多就是终身甘痛 那 好了 那就是不用死 那就留下清单财了 那清单财 怎样可以出回来呢 还有没有充公财产 因为他的财产和勾结权 证明这个关系 如果不是和国安法没有关系 只要他出回来 离开了香港 他就可以做预工了 所以呢 我是他 或者我是他的顾问 我就会说 老板 肥佬 你最佳的做法就是你做黄丹 你成为美国人眼中的 用他们的说法 人质 如果是外交人的人质 那你就有机会出来了 虽然这个机会可能也是低 不过不要忘记 当年黄丹都终于走了 现在就在台湾呱呱呱叫 老门的博士学位 夹上书 那怎么做到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 你要将这件事推向国际 所以老虎都要请国律师 因为请国律师 你就可以将这件事搞起他 其实可能从技术上 从你的默契上 请李柱明是最好的 但是当然不要请他 因为他不够影响这件事 国际 你请个纯种的英国人 撂起这件事 撂起最大的 最好你订要求 外国人出席 证明你没有勾结 是吧 请相关的领事 请相关的 负责香港的官员 就是外国客 来帮你 将这件事搞得越大越好 全世界关注你 那你请人来这边 那你全照会被全照到的 有很多外交豁免 但你搞得越来越好 常常看外国 天天都看到你 在被人审判 然后天天都否认说 我只是价值观问题 我没有做任何实际 没有做任何的制裁 当然你可以拗 其实他做过的 那你只要天天到美国 英国的报纸的一小段 那便有机会成为 他们心目中的一张牌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对一些议员来说 对美国的行政机关来说 我为什么要找你 要帮你救他出来 我救你出来 拿到光环 为什么当年 你做的时候 帮陈刚成 一位视障人士走 为什么会让他由天津 可以去到北京的美国驻领馆 让你送他走 还这么艰辛 为什么要做 因为帮到他走之后 我在美国拿到分 喂 一个盲人被中共欺骗 我救他出来 我还不是英国 我美国还不是正义 好了 一个七十多岁的人 一个白手英家的 专业的专业的业家 我救了他出来 是吧 他跟我们的价值观很相似 那我还不得到分 我选举的时候可以得到分 是吧 谁敢对中共说不 我敢 因为我连他拉 他钉的人 我都救了他出来 但是为什么中共会放他 就是因为 一定是那个人 已经成为很国际的牌 而你国际的牌 中共有求于我们 假設 我才会放他 我这么说 没有轻视 没有不尊重 我们国家的执政党的意思 纯粹就是 假设我是美国人 我要这样做 我当然要这样做 假设我是黎智英 我以为这个方法 我将一些东西 向香港人说 是没有用的 因为香港人帮不了我出来的 对吧 所以 我执政党是不行的 我执政党是因为这样才有机会 所以这个是因为他坚持要请的原因 我绝对相信他下一早 他真的会要求传召一些外国的证明 好 我停留下 我同意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肥佬他真的想这样做的 如果他不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出不了 这一点是一定的 还有如果其他的军司 就一定会这样提他 或者是律师这样提他 因为你制造一些国际舆论 才是最重要 但是 他留了一点 现在的中国 不是1989年那时候的中国 想清楚 你是怎么走 都走不掉的了 以前 我们还要去表现出 我去和国际通关 我去和国际贸易 WTO 那时候很多的事情 都是围绕着我们的国家发生的 还有我们的内部 是需要安定 还有最重要 就是一些基本盘的问题 是吧 那我们要去看的时候 当年是受到 就是老美的不断的骚扰 我们说现在美西势力的骚扰 还有的时候 是一些制爪的 那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唯有作出某一些图业 但是这十年里面 为什么我们习近平主席 会提出国安法和国安教育 因为这一点是重中之重的 老美用国安法搞了很多事情 去攻击其他人 那我们都用国安法去守护自己 所以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法 和港区的国家安全法 是很重要的 还有这次李智英 我自己就感觉到 肥佬他 是没有办法 去处理这个问题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在那篇文章 微现大意 都是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说的 里面 足足 有两段 就是第三和第四段 是说黎珊的 是吧 这一点是说得很清楚 也是 一个审讯的方向 大家记住 这一点很重要 整篇文章 其实 你真的不断反复去读 你就会看到 它里面真正的意思在哪里 香港的朋友 不是了解那么多 了解少数人 所以在这里也要说一说 订阅冯sir的频道 你会看到很多有关的资料 和深入的讽讯 当然 顺便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的 其实 这两段 我觉得是 对于所有的法官判案 尤其是国安法 其实说给 所有的人士知道 我们定了一条 这个定调 不是 我们随便去想像 或者想左右司法 而是这一宗案 交给司法去审判 是要告诉 所有破坏 我们香港宁静 破坏我们国家分裂 我们国家和外国势力勾结的人 究竟 他是应该怎么办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例来的 我也知道 港区国安法 不是由香港去立 为什么 大家知道 你找律师去立 找支持的立法会议员去立 喂 你的 关系其实太过复杂了 你找他们去立 我里面 是有非常之多的漏招 例子的案 或者我们政府的漏招 讲到这里 我想提一提一件事 我知道我们时间很长 我想提一件事 就是我发觉 段崇子的漏招 大家也认识到 现在有个白子的抗议 这个小黄人 就已经叫做白子革命了 他们开始准备想玩东西了 好了 香港很明显 就有些人和应 港大又 中大又 现在报出来 中大又有白人 但是呢 港大就立刻报警 中大呢 校方呢 至乎没有怎么处理他们 所以呢 我到现在都是觉得 段崇子不倒 中大不会好 我觉得是 所以段崇子要下台 那白子化 那里呢 不是 白子所谓的白子革命 那些东西呢 我们星期四的节目 跟大家详细再讲一讲 好吗 今天我们把重点放在这里 还有呢 有很多事情呢 是跟外国势力勾结的 我们也看到呢 就是略略提一提 就是这件事 其实里面 有很多操住台湾口音的人在里面 嗯 那么 BBC的记者 也都没有展示出他的记者证 另外 新疆乌鲁木齐 那一宗的火灾 其实那个地方 是低风险地区 是没有风度的 千万不要觉得 被西方的媒体误道了 说已经封城 封了超过一百天 这个 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 嗯 在二十条之后 我已经很清楚 我们中山 都没有中控 中级 风险的地区 是不是 这一点是一定的 那大家记住 现在有很多高校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呢 就是因为你要留意 由哪个人去组织 去这件事去发生 以及已经有媒体 是证据确作地拿出来 喂 你们收三百元 不是人仔 是美元的价钱 去做事的 为什么无端端在国内要收美元呢 大家自己想想 这个呢 是证据确作 有些资料出来的 我们谈一下 少少黎智英 因为为什么呢 很重要 就是我们观察到 现在这个勾结外国 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呢 可以同样地 放在这个 所谓的白字那里 而台湾那里呢 包括江启臣 就是他们的 国民党里面的人 是不是 都在这里继续去说 我支持 喂 这个不是在玩东西 是什么 刚刚 我们看到中天的报道呢 就相对平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事实 是真的未能展示出来 我们停一停 想一想 就会知道这件事是怎样了 各间大学是有事发生的 我网友都跟我说 全州大学那边都是有事发生 但是 大家留意我们星期四的正本清权 好 很快会和大家解释的了 好吗 好 黎智英那里还有什么呢 補充 暂时没有了 不如我建议 我们今天差不多了 因为说白子的时候 对核酸那些 都不一起 一口气说 那我们就好 好吗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为止 拜拜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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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